周小平他被沾江村爆料 曾经追求一个候选人 而且多次传讯骚扰 但是周小平否认 今天早上到北检 暗邻控告曾延洁 沾江村妨害名誉 一大早台北市议院周小平 到北检暗邻控告 同党桃源市议院 沾江村和前民主党议员 参选人曾延洁 诽谤罪和妨害名誉 PO一次 那专访一次我就告一次 他们为了要救阿伯 那我们行使这个市议员的天职 来抓贪腐 对于我而言 你就是一个公然说谎 想要霸凌一个 平民老百姓的一关禽兽 被爆追求 曾延洁不成才恼羞爆料 周小平气到喊告 直接秀出双方对话讯息 要来自正清白 痛批示政治操作 你讨厌一个人 会传照片给人家吗 这就是政治操作 再来 再来 他说前辈 他也不要破坏蓝白盒 他这三者就是说 你继续攻击阿伯 我就要攻击你了 我就传纯粹很笨的截图 三张 响野言的截图 当下按完截图 全部传给他 那他秒读 三点五十二分秒读 我也秒收回 如果我有传任何 因为要警告你对阿伯不利 我就要出手的这些话语的话 我马上天打雷劈 被车全家被车撞死 你敢吗 这波响野言的风暴越滚越大 身为事件爆料者 湛江村更在脸书上 再次放话 因为这个钟小平所提供 所以才让柯文哲去坐牢被判刑 那我就去台北市议会跪地两天 跟这个向钟小平 这个启门风 从净化城案牵扯出桃色风波 恐怕钟小平还得先处理好 这本美人关 记得叫郭峰 邓凯琳采访报道